编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是谁又又如我梦 保肆拥抱过春风 不容逃脱的心动 你来的汹涌 是谁直接入我梦 感作离婚而轻生 何便连到千万重 无人就轻碰 我们走过时间的漂泊 多少故事变成了传说 而你却始终没在我左右 远远潮起潮落 我们唱着作应的诗歌 悲欢离合都念念不舍 红尘的曲折都是你和我 和你离间的星河 也许是前世今生乱回 因果所有酸甜苦了 在风雨里走过 你可愿为我听过 我们走过时间的漂泊 多少故事变成了传说 而你却始终陪在我左右 远远潮起潮落 我们唱着过影的诗歌 悲欢离合都念念不舍 红尘的曲折都是你和我 Chevy 偿尔的曲折都是你和我 我一切地心了 你希望是你和我 你也会不舍然 我一切地心了 我一切地心了 会了吗 原来你会啊 幻花本无形 只不过由心而上 你明白了吗 由心而上 师兄 我 谁 你想起来什么了吗 我该想起来什么吗 我什么都没想起来 但就是感觉 我好像做错过什么 我好像犯了什么 很严重的错误 那一切都是真的吗 真又如何 假又如何 庄周猫蝶 又或是蝶梦庄周 说得清楚吗 既然分不清真假 那为什么我的心 那么痛 是不是我真的做错过什么 你只不过是做了一场噩梦而已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梦 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 梦醒了 一切都是新的 明白了吗 是吗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你现在只要记住 快乐 幸福的生活就好了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我怎么帮着想画画了 我怎么哭了 师兄 你又做这样的事 你知道你自己 强心把它从梦中带出来 这对你是极大的消耗 但是它的记忆 是永远无法抹去的 是永远存在的 你能阻止这一次 那以后呢 我多希望它能想起来 又希望它能忘记 是 我没有办法改变过去 但是现在 起码我能让它得到快乐 可林落井不是他 是他 他有他的记忆 曾经犯下的错 我来弥补 罢了 逃你个柳熊文 这么点事都办不好 还是让那丫头 嫁入了王府 大人莫要动怒 这也许是一件好事 好事 您忘了那块令牌了吗 你是说 虽然我们现在 无法阻止联姻 但若是少主 能在王府 找到先皇留给 忠无妹的那块令牌 我们不仅能将宰相 依王打尽 还能号令天下 但是中府守卫森严 至今都没能和他 取得联系 你说说 我们该怎么办 依依有办法 好 那此事 就交由你去办 若再不成功 留给你的时日可不多了 起来啦 瞅什么 天哪 还没亮呢 都免时了 赶紧去做早餐 你偷懒 王府规定 往时起 下人们 要起来侍奉主子 快起来 那王府内的丫鬟 还没有一个改向 你起得这么晚的 好吧 我就起 还有半个时辰 耽误了王爷用早餐 有你好受的 给 我 别偷懒啊 王爷还等着吃早餐呢 就是 我看 你这面团好像歇了点 我看啊 是太干了 我看 这样还是太稀了 是太干了 太稀了 太干了 太稀了 太干了 太稀了 咱们这样是不太好啊 太过了 有什么太过了 现在王爷啊 已经不要他了 他为什么会到现在这步 一定是王爷觉得 他是个坏人 可是 谢谢 小景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我来找钟兄商量一些事情 你方便带我去找他吗 可以啊 小花猫 不好好做你的王妃 怎么 跑到后厨当丫鬟 还不都怪你那好钟兄 昨天晚上 直接把我扁为丫鬟了 爆脾气 所以你们并未 那真是太好了 还好什么呀 看我被欺负 你就那么开心啊 我们是好兄弟 心眼都淡淡淡坏 小娘子啊 你 你怎么会看 破壞了 你怎么回事啊 再动了 我第一次忘了 就失去了 走得到你啊 然后走得到你 是你的 知道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 王爷 要不要属下去处置 那些胡闹的丫鬟 王爷 下去吧 本王现在 不想听到他的名字 是 可为什么本王现在 还把闹的都是那个 蠢女人的样子 真是该死 老爷 小姐已经顺利成婚了 喜怕刚刚在宫里 爷已经较养了 很好 不过 怎么了 老爷 小红 快过来把这儿擦一下 好 来了 小红 快过来把这儿擦一下 都已经嫁给王爷了 还天天勾引姜公子 果然是个坏女人 就是啊 这种女人啊 不教训教训可不行 你们又想干什么呀 你们又想干什么呀 我看这小姐啊 不是要是个坏人 对呀 你们早上那样欺负人家 人家都没计较呢 你们都被她给骗了 我倒是要看看 她要装到什么时候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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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王爷最喜欢的花瓶啊 这下碎了怎么办呢 就是啊 那可是王爷最爱的花瓶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打碎了 什么我打碎的 明明是你撞我的 就是你 就是你 对 就是她 她也不是故意的呀 怎么还睁了眼睛说瞎话呢你们 我们 我们可都看见了明明 干什么呢 不好好干活 是她打碎的 不关我们的事 不是她 对对 是她 是她 不是她打碎 还有你呢 怎么 噱口喷人呢 不是她的错 别怪她 是她 就是她 胡闹 你们来王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竟然闹出今日之事 不用说了 你们几个 收拾收拾东西 今天走人 我不会收拾你们这些 勾心斗角的丫鬟的 奶妈 奶妈 我爹还在冰塌上 得着我绩效呢 我哥也到了该娶亲的年纪 爸 我错了 不要把我看走 奶妈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我和这些NPC绩效什么 不过人家说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他们不过是把我当假想敌 情有可愿 别哭了 我大人有大量 原谅你们了 奶妈 奶妈 如果我能把这个花瓶修补好 你能不能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别赶他们走了 你愿意帮我吗 放心 我可不是一个记仇的人 我把这笔账都记得隐瞒人身上 你真能修不好 就算你能修不好也不行 今日 虽然不用辞退你们 但是 要给我罚贵一个时辰 好贵啊 包括你 不是吧 好贵啊 Clark 胡闹 怎么又罚贵 奶妈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王爷吩咐 要严厉些吗 若 小钟钟 小钟钟 江秀 小钟钟啊 我正说要来给你恭贺欣喜呢 可是我刚刚过来的时候 怎么看到王妃在被罚跪呢 她 无论她做错了什么事情 此事呢 我都觉得有些不妥 你们呢是皇上指婚的 小锦又是宰相千金 身骄体弱 这万一有什么事 可不太好 我是不会让她有事的 你呀 从小就缺少这种 怜香惜玉的天分 这如花美眷呢 是要用来疼惜的 难道 我真的做错了 张继 在 你去把林洛景的侍卫 和丫鬟都放了 这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 张继明白 派别人去啊 终究是别人 你若是在意 应该 应该亲自去才是啊 本王是不会亲自去的 你不用劝我 好 好 刚刚愿过喜帕了 皇上钦点的天作之河 渊政王自是领情的 这吴妹啊 我以为以她的性子 会跟我拗到底吧 渊政王毕竟长大了 不会再是小孩子脾气了 我以为 慈平修补得不错 听老师一句劝 别跟王爷较劲了 去跟她道个歉 这事便结了 我凭什么要跟她道歉 我又没做错 好了 你们几个都起来吧 以后啊 不许胡闹 谢谢奶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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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小心 慢点 小心 慢点啊 走 我的腿 小姐 你没事吧 你有没有怎么样啊小姐 我没事喜鹊 你们怎么样 那个野蛮人 怎么又折磨你们俩 没有 我们没事小姐 没事就行 别担心了 我也没事 王爷 小姐 千万不能哭啊 再哭就成悲剧啦 你真的没事吗 不是 你看 我没事 你没事就好 都怪我 来迟了一步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带你 想走 你又想跑去哪里 当然是回宰相府 她已经嫁入渊政王府 就是王府的人 怎可随意离开 王爷把小姐当王妃了吗 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 世文的任务 就是保护小姐的周全 走 你有事冲我来 别欺负我的侍卫 是你自己不想做王妃 非要我把你贬成丫鬟 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还有精力管别人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肯放我走 你就这么想离开吗 我一刻都不想待在这儿 好 既然你这么想做丫鬟 那就让你做到我满意为止 你的满意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一个月为期限 若在这一个月之内 你尽到了一个丫鬟的职责 那我便放你走 那你要是不满意呢 那你也可以选择留在王府 好 一个月就一个月 你放心 我一定成为一个 一百零一分的丫鬟 还有 他不能帮你 你 行 小姐 你为何答应他如此无理的要求 既然都已经答应了和他打赌 那只要我赢了 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所以你可千万不能帮我 你要是帮了我破坏了游戏规则 万一惹恼了那个野蛮人 那我们不就功亏一亏了吗 这件事你就别插手了 可是 我们的话你也不听了吗 绣闻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 放心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柳世伟 你放心 喜鹊一定会照顾好小姐的 他想玩 我就好好陪他玩玩 我零逻辑 才不会怕他那个野蛮人 可是小姐 府上所是这么多 我们从哪里着手啊 我们从哪里去 先帮那个野蛮猪整猪窝去 拿好啊 好 你们这衣服就这样放啊 对啊 那下次拿出来不都得运一遍 是啊 来年拿出来的时候的确会照 都是要先运凭的 这么多衣服 下次来全部运一遍 多累啊 我有个办法 能够的吗 好 我给你过了 四十二十三三日用了 有枪来 快点 太好 大个十年也不会做的 怎么样 小姐 你真是非常好 这么好的办法 我怎么没有想到呀 雪雪 你跟着我呢 以后会学到更多的 你呀 以后会越来越聪明的 你们都看到了吧 就照我这个样子 把衣架全都做起来吧 是 小姐 小姐 你看看 有没有办法帮我把这些液 整理起来 然后让需要找到哪一个的时候 能很快找到呢 这 这些首饰盒子都长得一模一样 到时候装起来 就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 这可怎么办 毕竟你们这儿 也没有那种透明的塑料盒子 塑料是什么呀 就是一种材料 有了 有了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怎么样 真厉害 小姐 好棒 好棒 叫Kais 王爷 王爷 以上便是王妃 小姐今天做的事情 除了今天早晨起来 做早膳的时候出过一次错 无论是洗衣 收纳 还是泡茶礼数等方面 小姐均无任何插错 而且她还和丫鬟相处得十分融洽 奶妈对小姐也是 够 看样子 看样子 这蠢女人是铁了心要走 好 从明天起 就让她来伺候我的衣食起居 我倒要看看 她到底能令我多满意 是 好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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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好啊 早晨好 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了呀 小姐 有一个坏消息 什么坏消息 厨房和库房的食材 差不多全都不见了 怎么办呀 应该是网页上收起来的 好 这个钟美 这点小事难不倒我 走吧 小仙女们 跟我来 琪琪啊 你再去牛棚 解下牛奶来 来 简直就是五星级套餐 没吃过吧 钟五妹 不要太感谢我哟 小姐 你的手没事吧 没事 小伤 小姐 你简直就是个天才呀 这点小事 怎么可能会难得到 你家小姐我呢 小姐 不过王爷说了 今日的饭也要小姐 亲自送过去呢 王爷有令 王爷休息期间 任何人不准进入 我是来送早膳的 王爷有令 任何人不准进入 我都不行吗 王爷有令 任何人不准进入 这个野蛮人 果然故意想刁难你 我偏不让你入院 钟五妹 你让我堂堂一个千金 亲自给你送早膳也就算了 你还不让我进去 过去耍我是不是啊 谁让他进来 拖出去 王爷 我是来给你送早膳的 快期了 员 bacterial 拿下来 不准来 了 快点再给你一切 你还不准定吗 叫啊 我都不够了 吗 你还不在这边 不敢不敢 你还不在乖 还不准定啊 你还不够在乖 你还不够吗 算勉强可以吧 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 从今以后 没有本王的允许 你不可以擅闯本王的卧房 听懂了吗 不懂 皮痒了 我错了 王爷 算你乖巧 我是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地 谢王爷夸奖 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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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居然让我在这里更衣 这 这 想什么呢 我是让你为本王更衣 累了 明啊 弟弟 先 行 行 走 左 公 鸉 红 乃乃乃 她又喝酒了 下去吧 我这是 怎么回事 走吧 走吧 小绿 小兰 怎么回事啊 后花园的花怎么还不开啊 这都夏天了 还是光涂涂一片呢 可不是嘛 前一阵子王爷不知道中了什么血 把满王府的花全都给拔了 全拔了 咱们去看看吧 走 花 那时候她确实吩咐张继吧 然后花园的话都唱了 天哪 她不会是真吃醋了吧 因为我而吃醋 我怎么这么走走走气了 别落井 你清醒点 好 打得不错 都弄好了 我给你们做奶油蛋糕吃 小兰 你这水放少了 喜鹊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打奶油要顺时针打 小姐 什么是时针啊 时针 好 小姐 王爷有事找你 难道小姐终于要恢复王妃的身份了 好 你找我啊 跪下 我又做错了什么 我为什么要跪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不就是一个小卦师吗 这么大的人啊 还得做东西啊 给我 我跟你缝好不就行了 你给我出去 你有病啊 真真是喜怒无常 我竟然还在想 天哪 好 王爷 不知者不怪 林小姐不知道这虎头鞋 对您的重要性 这虎头鞋 对您的重要性 这虎头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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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并非有意的呀 我只是一时着急 奶妈 厨房我都收拾好了 一会儿我再去把衣服洗了吧 我不是来给你安排事做的 我是为王爷来的 他又想怎么整我了 你就直说吧 我是来替王爷向你道歉的 道歉 小姐一定是在生气王爷的态度 对吧 其实在老身看来 王爷之所以这样对你 全是因为他在意你 在意我 什么意思 是你 白衣漫步而来眼带笑意 还我擦肩刹那行动到底 光影若是一笔一笔 都写满你 也曾远海茫茫 几度寻寻觅 你 你心轮回太久之 成朝夕云云离 便爱你美目以理 我人身上来痴 似曾相识 情声问君可知 我一生流浪行事 遇着你才终止 爱我太过品质 情望四肢 像四周而复蚀 一念成痴 三生识 可心头什么还是 尝不问红刀刺 剪不断青丝 而青山皆如此 历经多少声势 难忘是你的名字 爱恨莫同其字 就全当上次 何方孤注一致 从此万千声势 追寻你的影子 尝不问红刀刺 剪不断青丝 而青山皆如此 历经多少声势 难忘是你的名字 爱恨莫同其字 就全当上次 何方孤注一致 从此万千声势 追寻你的影子 爱恨莫同其字 爱恨莫同其字 爱恨莫同其字